來到Dampassel這邊 這裡有一個最新近在開幕的大型商場 叫做麻辣雞肉拉麵 吃的 顏色超漂亮 大家有沒有看笑這隻恐龍 我剛剛兌換完的匯率呢 我覺得現在進來有點像去了一間酒店Lobby的感覺 這部東西好可愛 回到NomoLive NomoVillage NomoVillage 我賣了施多啤梨奶 是這間便利店 對面就是Livingwell 我們今天會去全巴黎最大的商場參觀 它是今年2023年3、4月的時候開幕的 如果你駕駛電單車來的話就不准在這裡拍 你就要出去找其他停車場或者拍街 私家車就可以進來這裡拍他這個高貴的停車場 哇 大家整個氣場馬上不同了 和在Ubud的時候 這裡很高級的感覺 我們終於都做一個城市人了 短暫式的 大家看到嗎 我現在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一樣 經過差不多一個月在巴黎的生活 我可以看到Ramen Ramen? 哪裡? 我可以看到 在那裡 地爐這一層是食肆的地方 都幾多人 今天其實是星期日 但是它就有很多急舖的 還是 始終這個商場還是超級新 這個地下的感覺 有點像去了泰國曼谷那裡的商場 大家看到嗎 是我們最喜歡吃的拉麵 大概29K 26K 比昨天更便宜 對啊 不錯啊 價錢 壽司看起來很不錯 跟大家看看菜單 它現在可能新開張呢 有很多特價的拉麵壽司 這些全部都是29K就有了 然後壽司就26K 比我們昨晚吃的那間 在Ubud 價錢真的不錯 在這裡吃的話 這些小食呢 就是 15K就有了 炸雞啊 還有這些四件的壽司卷 正常餐牌呢 就有很多東西吃的 超大碗 我都介紹不到這麼多給大家了 好 隨便看看吧 拉麵啊 主要都是 很多款不同的拉麵 還有吉列 現在的感覺呢 是超感動啊 因為可以回到商場的世界 如果在巴黎來說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商場 還有我們住在湖寶那邊 基本上是比較鄉村地方來的 今天就浪費了大約半個小時的車 來到 Campasar這邊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最新 近來開幕的大型商場 現在就吃飯時間 所以我們就選了一間日本餐 回食拉麵壽司 喝綠茶 超開心 我叫了這個是 麻辣雞肉拉麵 它是 超級小方的 在這裡 麵呢 就是比較軟身的 味道不錯的 價錢比較優惠 所以都不要要喝這麼高 帶了一兩個 炸雞肉的卷 那我們不客氣了 我自己呢 就麻麻地了 對這個壽司 因為它其實是 沙拉醬 旁邊一個就好像是漢堡包醬 那樣的 那我感覺就 我自己覺得怪怪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裡面是包著 炸雞 今天呢 有這個 新加坡Airline 在這裡搞一個 推廣 還是不知道活動 應該是在這裡報旅行團 的 正在8月前 無國的 香港也有 哇 這裡 很有趣 我們第一次見 在商場有這麼大的 推廣活動 應該當地人會在這裡 部團 可能在做優惠期 這個商場 好舒服啊 但是剛才的餐廳 我自己感覺一般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 吃拉麵 湯麵 也可以去試一下 這裡有另一間 也是吃拉麵 福利 美食廣場 哇 這裡就是商場 賣他們 印尼衣服的風格 有些不同 真的 和湖北那邊 UNICO 都有 這間UNICO 很大間 進來之後 好像回到香港 突然間這樣 親切感 親切感 這裡有一間Apple的店舖 叫iBOX 好熱鬧啊 這裡 吃 吃一些 all day breakfast 還有麵包 吃的啊 顏色超美 打巴士都有 好 吃的啊 大概是60k一杯 三四十元港幣一杯 大家看到這裡 這些遊客 這些消費者 基本上 全國印尼最有錢的一群 這個商場見到的所有人 都是全國印尼最有錢的一群 我們今天就超級有錢 可以和他們擦身而過 這個有玩具反斗成的朋友 超多玩具 Look at the LEGOs 誒 他們有那個status 那些鞋 那些手門口那些 大家看到這個star 9歲以上的LEGO 也都相等於差不多 這裡的人的一個月薪金 普通工作 就不要計這些高級的地方 3Million so 這個是一個月的人工 就是我們餐廳啊 酒店那些地方 有些人工就差不多了 一個月的人工 買個玩具給個小朋友玩 這邊的小朋友果然真的 我想是比較高收入的家庭 看不看得到這些玩具 多大個 多大件 還有這個miniworkshop 表演的地方 還有這個恐龍 哇 這間玩具店 我想說真的超厲害 要多少錢才可以買到這隻恐龍 這東西呢 要180Million 大家對一下講到多少錢 大家不要小看這隻恐龍 剛剛兌換完的匯率 是港幣 9萬多元 這麼貴 怎麼買啊 我想Dampasa的小朋友和家庭收入 是遠比我們想像 戲院也有啊 這裡 看看 我覺得現在進來 有點像去了一間酒店Lobby的感覺 看到這個reception的姐姐 頭設的挺漂亮 這邊 全部都是穿黑色制服 然後這裡呢 就上樓了 Lobby 一張TV的價錢呢 大概我看到有幾個 35 45 以及15K 大概你當是你在餐廳吃一碟飯的價錢 不錯啊 如果你在這裡有這個享受 我想說裡面是超新的 有這個遊戲世界 超好玩啊 裡面好像有人做沙灘 裡面又可以扔波波 每一邊是 有一個screen 互動 好啊 如果你要在這裡擺小朋友玩 一個小時 應該有100K 然後兩個小時 就是140K 這裡的遊戲設施 打籃球這部機都很新 我們都沒見過這麼新的 percent 哇 好可愛啊 這部東西 不過說真的 其實在這個商場的消費 又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高 跟我們在烏布消費差不多的價錢 in terms of你吃市的 每個飯每個餐的價錢 還有剛剛看到這些雪糕的價錢 一球去痛 其實在烏布地市中心去買的地方 都是差不多 變成如果大家離開巴黎玩 這個商場也是一個 超級值得來的地方可以參觀 我想我們來的時候 應該那些店會開得這麼多 因為現在其實它都 只是開業到現在大概半年時間 都還有很多急號 人流也不是說太多 今天已經是禮拜日了 很棒 在購物店 終於感覺到我又在這個城市 但希望在一星期間 我們會在巴黎哥 所以 回到我們的普通地市 普通地市 普通地市 我們這個大概兩個 中日花花世界城市生活 到這裡就差不多 現在就要 接返去湖布 回到我們真正生活的地方 下條影片再見 Bye 看看電單車要離開 私家車可以進來